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喜欢扎丸子头的女星,冯提莫可爱,观小童酷帅,看到养子,爱了 说起娱乐圈的明星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尤其是各位明星都很漂亮,年轻自信是他们的代名词 他们的出门装扮都很漂亮,就像一个好看的雌娃娃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偶遇到,那可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而娱乐圈的明星出街,大家也会经常遇到,他们的装扮也会经常改变 而许多女明星出席活动或者出门逛街,都喜欢扎的一款造型,那便是丸子头 丸子头扎起来的时候,显得头发很高,个头也增高了一点 而丸子头,更能把人的优秀气质展现出来 丸子头还显得人十分利索,可以把上本身显得十分瘦小,让人有一种想要保护的持有欲 比如说冯提默扎丸子头 冯提默是娱乐圈优秀的唱作家 这些年来,冯提默一边直播,一边出新歌,赢得了许多荣誉,其身边支持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冯提默的头发比较多,平常出席活动或者直播的时候,一般都散着头发,而且还有一个大卷,冯提默的披肩发造型非常优秀 因此极少见到冯提默的丸子头造型 这是上一次冯提默在领奖时候的一种丸子头造型,这款造型显得冯提默简直可爱极了 而且冯提默本人比较瘦小,这款发型也直接把冯提默整体的形象可爱化 作为娱乐圈的优秀歌手,冯提默平常也多次给大家分享一些穿搭照片和视频,可以说每次都把他身上的优点展现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则是95后小花关小彤 关小彤比冯提默小几岁,但是出名的时间也比较早,关小彤平日出席活动,也总喜欢扎丸子头 这张照片,关小彤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包,扎着丸子头,身体往后倾的一个镜头,看起来十分冷艳 毕竟是97年的小姑娘,关小彤的每张照片都是较为惊艳众人的 关小彤的头发和身高都十分优秀,而且她的发际线也很友好 平日里高强度的活动都没有阻挡关小彤变美地脚步 这几年来,关小彤的事业越来越好,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她与陆寒的恋爱也一直都很稳定 第三位要说就是杨子了,杨子也是娱乐圈较为知名的女演员 而且杨子已经连续两年拿下了微博之夜的Queen 2022年的杨子,说不定可能继续拿下微博之夜的Queen 杨子平时穿着都比较好看,但出席活动时的装扮,总是被网友批评 杨子的发型,也是扎丸子头,这些年杨子一直总是保持丸子头 因为杨子的额头比较大,她平日里的丸子头都是留着刘海儿的 但不管怎么说,杨子身上的气质还是比较受网友喜欢的 杨子的粉丝也比较多,看到杨子这些造型,直呼爱了,爱了 所以这样看来,女明星的丸子头,还是比较好看的 02杨阳,迪丽热巴二大 看到官宣新剧和角色,网友,契合度堪称百分之百 说起杨阳和迪丽热巴,大家一定会想到2021年夏季播出的那部《你是我的荣耀》 该剧改编顾曼的同名小说,将游戏、航天、明星、爱情、事业等一众主题融合 受到了无数观众的追捧和认可 除此之外,伴随着该剧的热播,杨阳与迪丽热巴在剧中饰演的 虞途和乔晶晶也成为了粉丝们磕上头的CP 甚至还有不少网友都把游戏名改为了这对CP的名字 可见大家的喜爱 《你是我的荣耀》收官之后,无论是粉丝还是观众 都在期待着杨阳与迪丽热巴的再次合作 毕竟这对荧幕CP真的是让人太有感觉了 只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爆出了消息 杨阳,迪丽热巴二大 看到官宣新剧和角色,网友,契合度堪称百分之百 日前有消息爆出,杨阳与迪丽热巴真的要进行二次合作了 只不过这次的剧作类型将不再是现代剧,而是古装剧 关于这一点,粉丝们还是很有自信的 毕竟他们二位可是古装剧中的完美男神和性感女神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三生三世诊上书》和《微微一笑很清诚》这两部剧了 众所周知,迪丽热巴虽然出演过的剧作无数 但是在古装造型中,真正让他圈粉无数的 还是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饰演的白凤九 这个角色堪称他本人演艺生涯中的古装巅峰 也正是因为迪丽热巴白凤九一角的突出表现 才让他之后的影视剧之路发展得那么顺畅 尤其是对于古装剧的造诣,包括即将开播的《玉交记》 也是关注十足的 而对于杨阳,那就是公认的美男了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颜值方面一点没得挑 特别是在《微微一笑很清诚》中的表现 现代造型与古装造型相互切换,真的是让人沉醉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大家知道杨阳与迪丽热巴要二次合作一部古装剧的时候 粉丝们才会那么自信,而当看到官宣新剧和角色之后 就连网友都说契合度堪称百分之百 据悉,杨阳与迪丽热巴将要合作的这部新剧名为《不声莲》 也是一部古装仙侠剧,是以女主成郁和男主连颂为主线讲述故事的 而对于这两个角色,想必大家也是很熟悉的,也就不再做过多介绍了 唯一要提一下的,可能也就是这两位主演对于角色本身的贴合了 迪丽热巴的美貌和气质,杨阳的帅气和神韵,真的是与这部剧的主演贴合到了极点 大家是不是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这部剧的开拍了呢?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